Hello 大家好 我是Suan 今天會拍一個 你們都期待已久的主題 Home Tour仍然是未行的 但我們就先看了我們的廚房 你們現在就跟我進去吧 玻璃門旁邊的 我們就買了現在傢俬的這一架 好像是用來別人吃火鍋用的一架餐車 其實我們之前也確實是打過幾次火鍋用的 這架車推出去外面的飯桌已經很方便 現在暫時上面那層就放了一些零食 下面那層就放了一些茶包 全部分好一格格 即是我的紅棗茶、綠茶、薑茶等類型的 最剩下的那架就暫時倒閉了 所以就未有東西放 但任何東西都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旁邊就放了一堂木梯 這一堂也是現在加斯買的 你看到就跟我們其他的配件都很搭 就是顏色,所以就是一個淺色的木梯 然後這裡就是一些非常真實 而有實用性的布 因為我們洗碗都需要用到手套 平時會放在這裡下 然後就有一塊不小心被薯條 用來咀嚼過 然後再放了洗衣機 一塊霉的毛巾 為什麼會漂到這樣? 好慘啊 然後移過來這裡 我們也是勾了兩個勾 後面是天井 所以我們就放了一些隔熱手套 或者隔熱板 就勾了在這裡 平時拿就會比較方便 接著就到我們偉大的爐頭 這個爐頭我看起來好像很乾淨 其實我們真的每天都有用 我們最後決定用電磁爐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比起明火 我們覺得沒有那麼危險 而且我們覺得會容易清潔一些 你看到這個是一個電磁爐 好像看不到的抽油煙機一樣 你看到剛才的風很厲害 我們做了一個隱藏式的抽油煙機 它可以開燈關燈 還有可以調校大洗風 這個抽油煙機的力度其實都挺夠用的 一推進去就會自己關掉了 所以就很方便 順便說到上面這些門 這裡就只放了一件東西 就是把我們的垃圾膠袋 還有一些紙巾 你看到這些門 其實全部都不是實木的 它是黏了木皮再加膠板去做 所以成本就會更便宜 還有我們選擇的這種木色 其實原本我的廚房是想做全白色的 但是師傅也有給到意見 其實全白色就很難打理 加上你經常都會煎東西炒東西 其實就會容易髒掉 所以就選擇了這個木皮 來到旁邊這一格就放了一些blender 其實是整個blender的拆件組裝的版本 還有這裡就還有一個食物的電子房 因為肥仔多都是非常注重身體健康和營養的 他們的健身人就是會這樣做的 然後這一邊就是一個大櫃 首先就是開這一格 就有一些我們比較少用的煮食爐具 還有打蛋器 然後就有一些保鮮紙 或者是石紙 這些其實都是常用的 其實都是把自己的廚房的雜物 選一些你覺得適合的位置去放的 因為接下來 嬰兒出生之後 應該就會再多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現在有急位是好事來的 那這裡上面那一層就是放了一堆麥皮 就是比較健康的食品 然後旁邊就有一些雞粉 其實都好像不太配 然後這裡就有一些比較多的零食 還有一些北海道牛奶 因為我這個不用冷藏的 然後就有一些即食麵 拉麵 我很少吃的放心 然後這裡就是一些健康食品 有我每天都要吃的葉酸 然後有肥仔波的維他命 還有一些杯子在這裡 肥仔波叫我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做廚具的時候 可以偷上這個假天花的位置 就可以做得深一點 所以你可以跟我的裝修師傅說 這個位置可以做深一點 在這一排的廚櫃下面 白色專長前面 我們就買了一條 現在加斯的這些鐵架 上面就可以自己安裝你需要的孔孔 這些勾勾就可以掛 這些像剪刀、砧板 這些大家隨意在淘寶 或者現在加斯的都買到的 那我就不續樣說 但是大家提一下的就是這個 好像圓藝的盆栽盆的一個盆 就真的在而加加斯的圓藝部那裡買的 因為我們就可以用來 把洗完的筷子 或者是湯殼、匙巾那些 就插進去 它停乾水之後 我們就直接把整個盆拿出來 倒出去就可以 也很方便的 而且它又很漂亮 很配合有些顏色 然後這些鑊鏟、湯殼 這些我們就有些在無印買 有些在而加斯買 如果大家經常會煎扒 都很建議大家買一下這些夾子的 因為用來反牛扒的煎食用 是超方便的 然後到這邊的這些 沙波灣餐的旁邊 我們就買了兩個都是黑色的鐵架 目的都是想配合這個黑白通的感覺 平時我們洗完這碗 就會直接反轉浪在那裡 然後清乾水 我們就再抹一抹這個桌面 這樣就會很方便的 新款我們就選了這種 黑色的石英款 也是配合這個黑白通的感覺 然後旁邊這個就是 Korean的物料 因為它比起雲石那些 就沒有那麼容易 分花爛裂 所以比較適合廚房用的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木板 是放生果 那說著這個木板 生果隔離 的這一部水機 大家的新聞度一直都是超高 它在我的VLOG出現過很多次 它有牌子 我跟正一下叫做 香港潔淨水 上網搜尋這個鍵鍵 就會有的 是很便宜的 1000元左右 按按鍵 它就已經可以調節溫度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自己 立刻煮熱水 即是你在這個有4L的容量 你把它打開蓋 然後加水 然後就可以每次按分量 和溫度就可以調節 它最多可以增250ml 然後每一次最高的溫度 是可以有100度 這部機是必入的 又底又好用 我們用了年紀 也是完全沒有壞過的 剛才說了 我們其實是安裝了這個 3M的廚下式濾水器 它轉到藍色燈 水就可以立刻喝了 但是如果當這顆燈 變成紅色的時候 就會提示你換水 就可以換的 大概是一年再換一次就可以 剛才的爐頭旁邊 我們就放了一些常用的調味料 我們其實最常用的就是 油、黑椒和可鹽 然後這個上面 就放了一個 是在淘寶買的 是掛牆的紙巾盒 就可以入面放到廚房紙 非常方便 你這樣一抽就可以用了 在這個電池爐的下面 就有三層架 分別就是放了一些 沙波彎餐、碗、鍋 都不詳細給大家介紹 都是一些家裡會用的 杯、碟等 最下面那層就放了一些 飯盒和入焗爐的大碟 而且都是一些杯 然後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旁邊這個 肥仔糕很引以為傲的 垃圾桶 是一個內含式的 其實就是和裝修師傅說 將它這裡拿一個 滾軸的設計 然後就買了一個 剛剛好尺寸的垃圾桶 然後就關上它就可以了 就可以不用在一個 廚房範圍裡面看到垃圾桶 然後就到下面這一格 就是我們最常用的一些沙波彎餐 即是一些鍋子 或者是煮麵的鍋子 然後還有一些焗飯 煮湯的鍋子 還有這些兩個人家庭 適合用來煎蛋的小鍋子 然後還有米肝和油 這個空間也很大 其實如果大家是比較多人的家 都可以再將它 可能加多一個小鍋子 然後再放更多東西 然後就到這個 旁邊這個櫃 其實是很特別的 掀一秒就關上它 因為我們是用來放一些 袋洗衣服的 因為旁邊就是洗衣機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髒衣 直接塞在這個衣櫃下面 然後下面那層 就是放了一些洗衣液 還有油順劑 然後就到整個廚房最喜歡的部分 就是這個內含式的焗爐和蒸爐 拉出來就可以直接 就算是我這個高度 你也可以把它拖出來 然後就把食物推進去 其實也很方便的 但如果真的買一個比較高 這個就是我們旁邊擺放一堂梯的原因 那你就可以打開堂梯 然後就可以填在上面 拿一些比較高的東西 這樣就會安全一點 然後下面這個 是用得超級多 如果大家是二人家庭或者三人家庭 真的很建議大家買這種內含式 有很多功能的爐或者蒸爐 因為你不一定每次都會開鍋 但是你有很多食物 尤其是一些即食的食物 或者隔夜的食物 那你不想用微波爐 其實蒸爐就一來健康很多 二來蒸爐就算用來煮飯 蒸魚或者蒸很多食物 都是很方便的 它就只需要鑽滿了水 然後推進去 預設就是10分鐘 然後大部分食物都會熟 所以這個蒸爐也是相當之實用 好用的 然後就來到蒸爐下面 正常都是放洗衣機的 如果洗衣機不是放在廁所 放在廚盤就會是這個 我們選擇的這個牌子就是Samsung 其實暫時用過一年都覺得它很方便 容量都夠大 它是放到8kg的衣服 然後也洗得很快很乾淨 還有它也有節能洗 床單 可以洗羊毛衣服 暫時用它洗過的冷衣服 都不會特別縮水 起毛粒的情況 然後我們選擇這部洗衣機的原因 也是因為它是白色的 除了洗衣機之外 我們的雪櫃也是選擇Samsung 也是選擇白色的 這個雪櫃是一個兩門的設計 我們本身上面的磁石 其實都好像大家 可能很多人都會的 去開旅行就會搜集一些當地的磁石貼上去 但由於我們搬到這裡之後 就不是去了很多次旅行 所以暫時只有這麼多 然後打開它 就是我們平常會放的東西 因為雪櫃不要開太久 我們就隨便分享一下 這裡有醬料 雞蛋 然後放了一些藥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 水果 蔬菜 然後放了一些調味料 雞粉 牛奶 飲品 各樣東西 大家分層都挺好用 我覺得 還有這裡就是乾貨 或者是肉類 現在跟大家介紹完 我們這個廚房 由於外面也是有雜音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吵 就非常普遍 但是這個廚房其實是我們很滿意的一個設計 以及用的時候都覺得相當方便 是整間屋其中一個我們最喜歡的地方 也是肥仔幫我煮食給我的主食準備 他自從我有了企業之後 其實他都真的成人煮食給我吃 所以我們這個廚房的用途都是非常之多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的影片 還有希望我們這個廚房設計 都給大家多一點食感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